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健康马互认 最近国家发改委表示 春运期间这各地要落实好 健康马的互认机制和规则 如果却有原因不能够和其他地区互认的 你得要先报告 切实来保障群众必要的出行需求 这随着春节的临近 春运即将拉开尾幕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今年不少地方提出了就地过年的倡议 虽然春运压力减轻了不少 但人流量相对还是比较集中 想要做好疫情防控 健康马互认 那无疑就是一记大招 现如今外出需要出示这个健康马 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但这个各地这个健康马呀 往往只局限于本地或本省来使用 一旦跨地区跨省 那就行不通了 平日里个人的流动性倒不大 也没啥太大的影响 可到了春运 大家呀去的都是全国各地 如果健康马不能够互认 那也就意味着要重新注册生情 这对于一些个不太会操作智能手机的人来说 那就是一大难题呀 而且呢 春运他们人呢本来就多 因为扫码造成人员的聚集呢 那也会给防疫增加负担 现在实行这个健康马的全国互认 那就可以说既方便出行又利于防疫 我们就期待哈 这一马通行啊 不仅仅只限于春运 最好呢它能成为一种常态 要我说健康马互认 让出行告别马上加马 好 接下来 《料旺》杂志文章标题 滥用战时状态不利于抗疫大局 最近一些地方呢 出现了散发的疫情 不少地方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这其中啊就有一些是 既没有出现病例距离也比较远的城市 说要全时空转入战时状态 一律要进入战时状态 你想啊 有人在网上就问呢 我们这里宣布进入到战时状态 会不会不让出城呢 外出返回是不是要被隔离呢 对此 新华社和央视评论说 滥用战时状态 不仅会让群众困惑 增加不必要的恐慌 影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也不利于防疫大局 文章就说 滥用战时状态 可能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 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甚至呢 催生出谣言抢购等行为 另外 你动不动就喊战时状态 也容易呢 麻痹人们的心理 狼来了 你喊多了 哪一天真的要进入紧急状态 反倒可能失去到应有的警觉 再者 滥用战时状态 也有懒政之嫌 一些地方 用这个战时状态 它本意啊 就是想表现出积极抗疫的态度 但应对疫情 咱不能光靠喊口号 说狠话 更要谨防语言利器 你像最近 有一个村 这个横幅 你一看 初村打断腿 嘴匠打掉牙 这不仅仅是不文明呢 目前 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提这个战时状态 而改成了应急状态 这就是一种很及时的纠偏 面对冬季的疫情防控形势 就应该少一些简单粗暴的口号 多一些及时准确的 信息发布 多一些精准的防控 接下来是三年生活周刊文章标题 结婚冷静期有没有必要 最近上海一位政协委员 他也是律师 他就表示准备递交一个提案 建议设置一个结婚冷静期 保障婚前的知情权 倡导婚前医学检查 对于这么一个婚前冷静期 不少网友都表示支持 说在婚前了解清楚对方的身体状况 征信债务 很有必要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结婚率呢 是千分之六点六 离婚率呢 就上升 上升到了千分之三点三六 有些离婚呢 那是因为鸡毛蒜皮 柴米油盐 消磨了爱情 但也有一些人 遇到了对方 隐瞒重大疾病 隐瞒经济状况 这些不知情 就给婚姻呢 埋下了隐患 你像上海 有一个案例啊 丈夫呢 婚前隐瞒 患了艾滋病 被法院判决撤销婚姻 按照以前这个规定啊 艾滋病 它不属于导致婚姻无效的疾病 而且呢 这丈夫啊 还进行了药物控制 不再传染期 如果妻子知情并没有任何的不妥 但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在于他隐瞒 根据这个民法典 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 应当在结婚登记之前 如实的告知 否则呢 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婚姻 这起案例 那就是保护婚姻当中的知情权 网友赞同这个婚前冷静期啊 其实就是希望 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 进一步来 来保证这个知情权 婚姻 它不同于这个爱情 要考量比较多的现实因素啊 拥有这个知情权呢 并不是对爱情的伤害 而是对婚姻的保障 好 继续来关注乐点话题 下面就北京小生粗的家长群啊 那很是热闹啊 大家打着各种暗语 在那儿讨论同一件事 什么事呢 考试 像什么BS的报名 大家不要耽搁了哦 还有YCB的复评 马上就要开始了哦 不了解情况啊 你根本就看不懂 其实呢 这些暗语指代的呢 就是奥数比赛 BS啊 是指杯赛 YCB 英春杯啊 这是一项这个大名鼎鼎的 中小学数学竞赛 2018年 咱们这个教育部门呢 提出要严禁培训机构 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和竞赛 多项奥数竞赛呢 就被紧急叫停了 可是没想到呢 如今换了一个暗号 换了个名字 卷土重来 华杯赛 更名为华术之星 少年数学大会 人家开会啊 希望杯 变成了思维挑战东令营 行话呀 他也跟着变 奥数不叫奥数 叫思维训练 答题不叫答题 叫闯关 整个流程呢 特别隐蔽 什么报名啊 咨询啊 都转移到了线上 孩子考试 用阴眼监考系统完成 全程下来 基本上你都接触不到老师工作人员 这么摇声一变 费用 那对不起更高了 从以前的几百飙升到几千 甚至能上万 为了逃避监管 家长他就帮忙打掩护 聊天的时候呢 小心翼翼打暗号 生怕呀 走漏了风声 因为他们坚信 这个竞赛是有用的 有家长为孩子准备小身处的简历 通常呢 在这个奖项名称的后边 加一个括号标注 注明这是原来的某某某竞赛 虽然不知道被录取和竞赛获奖之间有没有关系 但家长们呢 暗自认定 这些个获奖证书就是我们家孩子成功上岸的筹码 关于奥术 中国奥术队的主教练 熊斌教授 他曾经说 只有5%的学生适合呀 学这个奥术 你如果硬逼着每家孩子都学 不但培养不出数学思维 还有可能啊 把你们家孩子的学习的兴趣 扼杀在那奥术班里 有专家就说了 当务之急 是真正斩断奥术和升学之间的关联 教育部门呢 应该主动作为 对小生出招生环节 要加强监督啊 另外呢 对这个顶峰作案的培训机构 要严肃查处 奥术竞赛暗中复活 监管那就需要时刻在线 有人说呀 奥术竞赛有九条命 甭管被禁了多少回 总能换一个马甲又复活 要我说 当获奖证书和升学之间 斩断的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那我想 家长这个参赛热情 自然会慢慢降温 你管他几条命 抓住这一点 就抓住了命门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减肥利器全面净售 前面就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 要停止分泰片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要注销药品注册证书 除此以外呀 已经上市销售的 生产鞋你要立刻召回并销毁 理由是这一类药物存在严重的不良反应 使用的风险要大于它的获益 那它到底是干嘛的呢 分泰片 它又叫国导片 简单说是一种刺激性的泄药 以前主要是用于治疗便秘 最开始是临床开处方药 还曾经是这个医保甲类药品 因为它见效快又便宜 不少商家为了赚钱就把它包装 包装成了减肥神药 还打出了宣传语 一品国导片 肠道通畅不用丑 不结实不运动 轻轻松松瘦下来 但是它这个不良反应 提都不提 不少人为了减肥 那是想方设法呀 买这个药吃 但问答平台上你们一收 它就弹出好多个 有关分泰片减肥的提问啊 回复啊 那几年前 国家药监局 曾经对添加分泰的减肥产品 进行过研打 因为它这个副作用啊 太大了 含有的刺激性成分 可以导致结肠病变 让结肠运动啊更慢 如果长时间服用 还可能诱发心率失常 神志不清的症状 神志呢 可能导致癌症的风险 如今 分泰片全面净瘦 很多平台已经下架了 要我说呀 减肥利器全面净瘦 对于遏制盲目减肥 那也是一剂两药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贵州毕竟 一场降雪 千亩高山茶园被冰雪覆盖 一排排茶苗化身为银色等高线 从山顶一直勾勒到了山腰 十分的梦幻 这就是现实版的冰雪奇缘 四川阿郎山景区 因为天气回暖 不少野生动物啊 出门溜彎 热情地和游客来互动 这是爬上车窗的猴子 这呢 是在桥上散步的小路 共演一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景 国外一座城市 打造冰之城堡 这墙壁啊 隧道啊 都是厚厚的冰块 在彩灯映照下美丽动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期的南风窗文章标题 中产告别车离子 一个问号 喜欢买水果的朋友 估计啊都发现 今年这个车离子的价格呢 跌得有点狠啊 往年六七十的这个品种啊 今年只要二三十块钱 车离子价格腰斩 这么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啊 不少人就感叹了 幸福来得有点突然 终于可以实现车离子自由了 这个降价的原因啊 首先是产量它上去了啊 车离子啊不再那么稀缺 2020年智力 它整体的气候啊很时宜啊 雨水风营就促生车离子大丰收 产量比往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那还有一方面呢 是需求量 它就下来了 由于这个涉及到冷链运输 不少人对这个进口水果呀 是不太放心 今年不光车离子啊 几乎所有的进口的水果 它的销量呢 都有所下滑 车离子走下神坛 有人就开玩笑 说配得上中产的水果又少了一样啊 那以前呢 车离子不仅是贵价水果 但也是身份的象征 车离子自由 不是谁想拥有就能拥有的 所以呢 当车离子价格腰斩 车离子自由的价值 好像也跟着这个掉价了啊 不过呢 杂志说了 一个象征倒下去 另一个象征站起来 人们总能找到新的东西 来填补中产的象征 看来啊 即便是告别了车离子 有的人依旧是不自由啊 好 接下来是新周刊文章标题 控评的点评网站 正在失去年轻人 最近有媒体曝光 说某知名点评平台 存在刷单的现象 在这个平台上 甭管什么店 基本呢 都一律 五星好评 评语呢 都是挺夸张 什么本地最好吃的烧烤 来 这里绝不能错过的保障店铺 这好评泛滥到什么程度啊 套用一句吐槽 想找一个差评 比找对象还难 有业内人士透露 这里边的不少好评啊 其实呢 都是找人刷出来的 有商家专门联系 这个平台会员合作 邀请他们到店体验给好评 这不光好评能刷 差评也能刷 直接给刷掉 不留中影 你像有网友就发现 自己在给商家呀 打了差评之后 很快有人联系到他 问他为什么要写差评 你能不能给他改成好评 他果断拒绝了 可是没想到几天之后 他的那个差评啊 神奇的自动消失了 系统给出的原因呢 太具主观判断 不足为性 要知道啊 点评平台建立的初衷 就是希望大家 能到店体验之后 给出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 既能给其他的消费者 作为参考 也能激励这个店家 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 刷单控评 这评分虽然是好看了 可如果让消费者 感觉名不符实 最终啊 只能砸了你自个的招牌 毕竟嘛 若批评不自由 这赞美无意义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分为学子 这形容的呢 是那些假装学习的 很认真的学生 在外人的眼里 他们学习的氛围啊 相当的浓厚 学霸气场十足 而桌子上 落着厚厚的学习资料啊 手边一大堆各种型号 各种颜色的笔 用来花式做笔记 眼睛一秒都不离开书本 一手脱筛 一手懦有所思 可只有他们自己啊 才知道心思飞得有多高 有多远 眼里呢 看的是文字 心里呢 可能还是昨天 那没有追完的剧 分为学子 学的可能是糊弄学吧 好 接下来是南都周刊 说一些有意思的新发明 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刚刚落下帷幕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个展会啊 首次被搬到了云端啊 精彩 持续是在线 你看照片上这个啊 展出了一款新型的机器人 一只电子宠物 只有巴掌那么大小 没有眼睛 但是呢 它能像小动物一样 发出可爱的声音 还能表达情感啊 可以用于安抚情绪啊 来缓解焦虑 我们再换一个啊 这个呢 是大厨机器人 能做五千多道菜呀 它有两只具有全关节的机械手臂啊 能自个去冰箱里啊 取食材 倒到锅里来翻炒啊 装盘啊 做完之后呢 还主动打扫卫生 钢铁侠看了 要甘拜下风 直呼一声 这是厨房大侠呀 这两年 这电动汽车的概念呢 是特别火 在这个展会上就推出了一款电动货车 不仅能在仓库里啊 移动物品 还能帮忙点对点送货上门 我们再看这个啊 爱美人士的福音啊 全自动口红机 就利用人工智能 为顾客推荐最合适的唇色 然后呢 现场实时制作 快速精准地做了一支专属口红 另外 还有可以调节温度 放大声音的智能口罩 还有可以识别路况的智能挡风玻璃 还有能够感应到宠物的自动门 还有根据你情绪调整味道的智能香水 这就叫科技改变生活 未来照进现实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